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这个暴力破解攻击漏洞这个专题的第二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什么是暴力破解攻击 也就是说它的定义是什么 以及它常见的一些分类 及锁定的危害都有哪些 那么这里呢是咱们本次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呢咱们使用看第一 也就是说暴力破解攻击的一个定义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定义啊 就是暴力破解攻击它是指什么呀 它是指攻击者通过一些系统性的去组合所有可能性的一些这个字典文件 比如说像这里登录时候用到的一些账户名密码 包括一些这个验证码 以及一些这ID的参数值等等一系列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攻击者会干嘛呀 他会尝试啊所有一些这个可能性 就这个字典里边所有的可能性的这个字典 去爆破你当前这个用户的账号名 密码等一些其他的密感信息 那么这些字典文件 这个攻击者它怎么去获取到的呢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 它就可以从当今的一些这个互联网上公开的一些字典库 去获取 那么第二种呢 它就会经常使用一些这个自动化脚本 去组合一些这个正确的 也不算正确的 就是说有可能性会出现的 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这个用户名 密码 还有一些验证码 还有一些这个参数值 目录名等等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暴力破解攻击的一个定义 大家呢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接下来就是暴力破解攻击 它常见一个分类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主要把这个暴力破解攻击呢 划分成这个两大类 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这个基于BS架构的 第二大类呢是基于这个CS架构 那么在第一节课呢 咱们也讲到了什么是BS 什么是CS 那么针对BS架构 这个暴力破解 它包含了哪些分类呢 然后我在这里呢 又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像第一 登录框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用户登录的地方 就是需要输入这个用户名 密码 当然现在大多数会有这种验证码 那么在这里呢 就会有存在这种暴力破解 这个风险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UR参数 比如像这个用户的ID值 包括这个网站的目录名 以及一些相关的参数名 等等 那么最典型的一个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电商的 它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可以去暴力 破解你这个当前的用户的ID 以及它用户的这个订单的这个ID号 那么这是最典型的 UR参数 那么第三呢 就是这个验证码的 那么验证码的话 这块的话 主要在哪呀 就一般是在 比如说像用户注册的时候 他会需要你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邮箱验证啊 或者手续号验证啊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用户 就是忘记密码的时候 他会采取这种 验证的措施 比如说这个手续号 去发送个验证码 然后呢 你再给我反馈回来 去进行验证 然后最后呢 然后让你重置密码 那么这里呢 也会存在这种暴力破解的这个风险 那么这里是基于这个BS架构的 那么基于这个CS架构暴力破解呢 它的分类就多了 然后这里呢 我就列举了一些 比较主要的一些吧 那么第一呢 就是针对这个Windows远程RM的 这里比如说像389 它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针对这个Lineus 比如SSH远程管理的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第三呢 就是针对这个输业库的 它比如说像这个MySQL输业库 SchoolSora输业库 Oracle输业库等等 它的一个账号密码 进行这个爆破 那么第四呢 就是针对这个第三方 一些这个软件 一些工具的 比如像这种FTP的 这个账号密码 去进行一个远程爆破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暴力破解 它攻击常见的一些这个分类 我在这里是这样划分的 当然大家呢 也可以去这样去理解这个东西 那么第四呢 就是咱们暴力破解攻击 它锁定的这个危害都有哪些了 然后这里呢 比如说最常见的吧 就是这个用户密码 它被重置 那么在这里呢 一般是在这种 比如忘记密码的时候 或者就是说你 一个普通用户 它这个功能界面里面 比如说有这种修改密码的时候 在这里假如说程序 它开发的不恰当 或者设置的不合理 那么就会有存在这种 用户密码被重置的这种风险 它重置的时候 一般呢 它都会有这种 比如教验的这个措施的 比如像这个忘记密码的时候 它会让你输入一些 这个你当时注册的这个邮箱 或者这个手机号 或者就是说你这个密码问题 等等 那么这里 就会有存在这种暴力破解的风险 那么这是第一 用户密码被重置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这个敏感目录 以及这个参数被美举 那么最为典型的就是说 比如说它网站有一些这个目录 如果你去通过 比如说一些Google hacking 或者这种一些这个手段 你去发现不了的 你是发现不了的 比如像一些敏感目录 那么咱们接下来 就可以通过这种暴力美举的方法 去进行它的一个爆破 从而发现它其中的敏感目录 那么这是敏感目录的 那么参数被美举 就是说比如有一些这种 UR参数值 它是有规律的 那么它同样也有可能会存在这种 比如暴力破解的一个这个美举 一个这个风险 那么第三 就是针对这个用户订单被便利的 那么这里的话 一般就是说什么 一个用户 比如他购买了一个东西 从而会生成一个订单 那么一般的这个订单 都成为比如ID 订单ID 那么这里的话 它一般是结合了这个权限 月权的这个问题 假如说它这个当前 这个用户的一个权限 彼此设置的不合理 那么假如说我这举个例子吧 就A用户 他比如说他提交了一个订单 然后有一个生成的一个订单ID 然后B用户 他同样也购买了一个东西 也有个订单ID 他这里呢 又由于这个权限 彼此权限 设置不合理 存在这种 比如说平行的月权 那么这里的话 我A用户就可以去暴力 美举 就是你当前B用户的这个订单的一个ID 这就是锁定的这个用户订单便利 被美举 用户订单被美举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很多的一些这个危害 我这里主要列举了一些常见的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客户习题模块了 那么在这呢 我给各位学员留下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说 我希望各位学员呢 在课下能够从这个互联网上 或者从一些书籍中 去搜集一些GBS架构的 比如说针对像这种用户登录的一些源代码 当然 咱们学员有比如说编程基础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写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 然后并且呢 本地啊 搭建这个测试环境啊 方便咱们以后啊 测试测试用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本次课程的这个所有内容了 那么咱们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